白宮高官從幾個月前就開始擔心的噩夢 即將上演 美國一月十九號 就會達到三十一點三兆美元 大約九百四十八兆新臺幣的法定 債務上限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警告 倘若國會不採取行動 盡快通過新法案來調高債務上限 美國將在六月出現無法履行債務的問題 全球可能見證美國歷史上首次政府無法履行債務的糗事 葉倫警告這對美國經濟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並威脅全球經濟穩定 美國銀行策略時更表明市場屆時會面臨股債雙殺 債勢崩盤 甚至引發投資人大量拋手資產 背後原因直指美國兩黨對立 國會功能嚴重失調 民主黨為了讓拜登實現政治承諾 過去家族瑪麗給予最大的金援支持 而共和黨重返眾議院後 並故意杯葛法案 想藉此迫使政府血減支出 美國政府二零一八年就曾因運算僵局而破紀錄關門三十五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三年也同樣上演政府關門停擺 更重要的是對烏克蘭晶圓等重大外交政策 也都會因沒錢而暫停 淪為最無辜受害者 三新聞 邀海宣報導